同性婚姻立法议题 引发宗教间辩论 请不要因为 争取他们个人的潜力 却要把家庭的伦理 把这个一个国家安定的基础 把它毁灭掉 生命的差异性太大 你不能用一个标准 去要求所有人跟你一样 如果我们了解婚姻 对于某一些同志而言 是让他可以更快地 和又不妨碍别人的方法 我们就应该要尽量地促成他 法谷山传灯院 周六在脸书也贴出 《慎言法师生前》 2000年在《明声报》发表的 《从四安看同性恋》 文中指出 从社会结构考量 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 才是人类社会安定力的根源 同性恋者彼此虽然可以相爱 共组家庭 即使领养了小孩 但是小孩是否有足够的勇气面对 化解种种的社会压力 人格思想是否能够健全地发展 《慎言法师》认为 可以从安心、安生、安家、安业 这四安来衡量 如果同性恋者对这四安有所保留 就有必要再重新思考一下 如果他们的身心家业能够安定 那就没什么不可以接受的 这篇贴文超过3000多人按赞 不少网友留言感谢《慎言法师》开示 也有网友说 其实不论是同性家庭或异性家庭 或独身主义者 都应往四安的方向走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